字幕翻譯 嘿大家好我是洛卡 相信前幾天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動物獻友會要更新的內容 其實真的是非常豐富 豐富到非常多 多到我可能在整理 覺得沒有看稿的話 是沒有辦法講出來的 因為他更新的內容 實在是一口氣丟出來蠻多蠻雜的 我自己個人是動物獻友會 當你在玩 其實玩到現在 算是中間斷了很久 之後偶爾回去島上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很久之後啊 會不會有一些什麼特別好笑的事情 但大部分都是走出來就抓抓頭 然後再搖身一變 他就回到正常的狀況 然後NPC就會說你好久不見了 所以我是覺得好像還好 可是說實在因為這一次也是最後的更新 所以心裡面難免還是有點惆悵 就會覺得好像又有一款遊戲要準備離開我們了 但是這次的更新其實他的內容豐富以外 他其實也有在準備了365天 要給玩家好的體驗 然後還有包含那個集合動物社會的快樂家樂園 這個內容的話 他應該是要2500日幣來購買 那這個東西其實跟前陣子有講到的 N64跟Megadrive 要跟NSO這個來做一個結合 一個綁定販售 基本上這個東西也有全部都把他綁在一起了 那我自己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NSO 就是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部分 這個其實有很多人常常在問到 而且包含到現在都還是有很多人在私訊給我 常常會問說像我的暗黑破壞神 為什麼我想要連到線上去會挑出這樣的畫面 那其實這個畫面就是因為沒有加入了NSO的服務 所以呢他才會挑出這個畫面 重點就是他希望你可以加入NSO 而且網路連線對戰這個功能呢 只要你是付費遊戲的大概9.9成都是需要使用到NSO的服務 所以呢NSO的服務大概涵蓋了些什麼東西 然後又要多少錢 那這邊稍微簡單解釋一下 第一個就是可以玩到線上對戰 除了一些免費的像是Apex啦 或者是要賽英雄啦 這類型的遊戲他可能不需要到NSO就可以直接玩 那其他的像是馬力歐賽車七彈大作戰 或者是近期的暗黑破壞神2呢 這些要連線對戰的話 他全部都會需要使用到NSO的服務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可以使用到雲端存檔 當然這個遊戲本身也有支援到 其實功能還不錯啦 因為他可以統佈你的存檔 如果你有雙主機的話也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如果說是主機真的不小心壞掉了 你也會發現到好像買保險的概念一樣 把我的檔案存在雲端 就算主機救不活的話 我也可以從雲端去同步那個資料回來 那第三個部分呢就是他有附了FC跟SFC 就是紅白機還有超熱的遊戲 那這些遊戲呢其實他都還有在不斷更新 可是這一次呢他要推出了這個N64跟Megadrive 就沒有放在這個免費的服務裡面 欸不能說免費服務 應該是說大禮包的服務 就是我們買NSO呢 主要會有這三種的服務包含在裡面喔 那這三種服務啦 其實合起來的話 以目前的新台幣跟日幣的匯率來看 大約是新台幣600塊錢左右 一年喔 是一年喔 不是一個月是一年 一年大概600塊 一個月等於大概是50塊左右 所以我個人在目前為止這個狀態喔 是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加入NSO這個服務的 那我相信啦其實任天堂自己本身呢 也一直很想要綁這樣子的會員 所以呢他就來推出了這一次的一個 類似大禮包概念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在加NSO的服務 如果以個人的狀態去加一年的年費的話 是大約600塊左右的新台幣吧 那這次呢有包含了N64的這些遊戲 還有包含Megadrive的這些遊戲 還有包含了動物生遊會快樂加樂園這一塊啦 其實他三個綁起來 再加上這個NSO的服務喔 總共是4800塊的日幣 更正是4900塊 那4900塊也差不多是新台幣的1200塊左右啦 那你說貴嗎 其實我覺得也不貴 老遊戲對於有一些有年紀的人來講啦 真的是越陳越香 可是對於一些比較年輕的玩家來講 未必就會喜歡他 可是他這一次呢 因為本身的動物生遊會的這個快樂加樂園啊 他就需要2500塊的日幣來購買 其實加上了NSO的服務 他就是4900塊 所以呢等於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購買快樂加樂園 再加上你要購買NSO的服務 如果通過社會你要去別人的島玩啊 基本上也是需要NSO的服務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把你綁定在一起 那如果你這兩個都要玩 都要綁在一起 你也希望可以去別人家裡面參觀參觀 那這時候呢 你兩個一起買的話 他就會再送你一個 N64跟MegaZone服的遊戲 這個遊戲其實還蠻多的啦 就是他會慢慢推出這樣子 目前已知的喔 其實有 瑪利歐64 心臟火舞64 瑪利歐賽車64 罪於法地球繼承者 要吸物語等等 那我自己是覺得 薩爾達的部分 可能是比較吸引人的地方 因為他是有故事內容的 如果說沒有重製版出來的話 基本上有一些老玩家 就會想要回去玩 重新體驗他的故事那種感覺 但是如果以 類似像瑪利歐賽車這種遊戲啦 我自己個人喔 就會覺得說 玩心不玩舊 因為他是屬於派對遊戲 今天呢 可能我對於64 也許有一點點情懷在裡面好了 可是我可能愈愛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 嗯 這個畫面跟操作的感覺 好像沒有現在新的 Mario38好畫版那麼的刺激 所以呢 他們可能就會比較希望玩新的遊戲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就可以在遊戲的部分喔 做一點點拿捏 看看有哪些遊戲喔 是你可能會玩的 因為網路上面 其實都有把這些遊戲 全部都給 分享出來 甚至包含 連未來喔 會推出的遊戲啊 他也已經都先出來了 就是一定會出來的遊戲 Mario38其實有 音速小之二 魔法氣泡 光明黑暗 續戰篇 神之遺場 魂斗羅等十餘款的遊戲 其實說實在的 因為光明黑暗 我應該是玩二 續戰篇 所以這個續戰篇的神之遺場 我應該也沒什麼感覺 魔法氣泡的話 其實Switch本身也有出 畫面也比較好 遊戲玩法差不多 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可以紀念的地方 因為他沒有故事性 沒有那個問題 音速小之二啦 也許如果我這樣玩過的話 可能對這一款會比較有感覺一點 又或者呢 如果他有辦法出個悠遊百書之類的 哇 那就真的太棒了 雖然有朋友在問說 這個大禮包 到底適不適合購買 那適合購買的人 又是怎麼樣的人 第一個我真的就覺得 如果你是喜歡動物生會的人 你這次的改版 也一定會全部都拿來玩一遍的話呢 本身也有在用NSO的 這個無用置疑 就是可以給他買下去 因為現在的B值也滿便宜的啦 其實NSO的服務 以Switch的玩家來講 我自己是覺得一個月花50塊錢 去玩那些網路對戰的功能 還不錯 而且還有雲端 還有紅牌機跟超任 那偶爾 其實我現在真的很偶爾 會玩那些紅牌機的遊戲而已 算是真的比較少了 因為新遊戲 越出越快 越出越多 有時候好不容易突然給你 傳一個月或兩個月啊 比較沒有什麼遊戲出來 但實際上你會去消化之前 可能還沒玩完的遊戲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整個進度是非常趕的 然後整個資訊大爆炸 是再大爆炸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 舊遊戲會不會再自己回去玩 這個就自己再評估一下 但如果說是買了動物生會 跟NSO呢 又送了N64跟Megazove的遊戲 我覺得就OK 反正送的嘛 你就算沒玩的話 擺在你的空間裡面 也不至於佔到太多 而且也是一種 遊戲多看的就爽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OK的 那什麼人比較不適合買 第一個是你絕對不會用NSO的服務 可能你本身是爸爸 那這台主機是小朋友在玩的 你就是要控制他的這個網路的開銷 就是有一個可以Party 或者是有一個家庭娛樂的時候呢 可以拿出來玩的主機 那這個可能就不用 畢竟你用不到的話 就算一個月50塊錢 還是有點浪費錢 甚至啊 如果你是不會玩動物生會 這種遊戲 就是你的主機 大部分都玩一些派對遊戲之類的 可能你也可以先把它跳過 因為這兩款 這樣加起來大概要1200塊左右 雖然說是一個買斷 然後一個是年付600塊左右 其實不會很貴 可是我覺得錢這個東西 真的是不太好賺 所以呢 能省則省 就不一定要把它花出去 對於一般玩家來講 其實我會推薦 他們的組合包的指數 就算是還蠻高的 因為你如果本身是有在玩 Switch的 其實NSO服務 我自己個人是很推的 那如果說是N64跟Megazove的遊戲 就是看你的狀況 會不會想玩 只要你會玩的 大概有超過個3到5款的話 其實我覺得去買就非常OK了 那如果去買的這個價格呢 評估一下 你會玩動物生有會 那就乾脆一次綁起來全部入手 4900塊日圓呢 也就台幣1200塊左右啦 一次丟出去 就可以直接解決 那這樣子應該可以得到一個 不錯的遊戲體驗啦 如果說自己有什麼特別不同的想法呢 也可以換您提出來講一下 我自己呢 是N64的遊戲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多懷舊的感覺 因為呢 當時我自己的家裡面 是沒有N64的主機 我只能站在別人的後面 大部分也都是只有看 瑪利歐64 或者是瑪利歐賽車64 所以包含一些薩爾達系列的遊戲啊 其實我自己是比較沒有記憶的 如果有機會重製的話 我會買 但是如果他只有綁在 N64的原汁原味的遊戲裡面呢 可能就會考慮 這個買的必要性呢 就不是100%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你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 好最後這邊呢 有一個補充 就是要非常感謝網友 大力的提醒了一下 因為我自己呢 有一個地方是真的 事物沒有弄到的 就是他有特別提到說 其實叫Nintendo Switch Online 加擴充包的這個組合啊 是沒有辦法 長期擁有 它這個動森DLC的部分 所以呢 如果說是要長期擁有動森DLC的 必須要直接額外購買DLC 但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很怪 真的非常怪 因為呢 他在購買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時候 再加這個擴充包啊 他是遊玩時間 是隨著 我們再增加Nintendo Switch Online 這個部分 才可以使用 也就代表說呢 如果像我這種的 一直不斷會續約的 如果是這樣啦 用擴充包就OK 可是如果不是這樣子呢 用擴充包 就會變得有點浪費 因為你可能時間到了 那個擴充包的時間就沒了 這樣看一看 好像還是把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服務 跟擴充包呢 分開來買 可能會好一點 除非你是真的很喜歡N64那些遊戲 也會一直很想要玩的話 再去購買這樣子的組合包 不然呢 可能就是單獨買動森的DLC 或者單獨去買NSO的服務 這樣子呢 就是最簡單的一個方式